目的設計成立到目前是六年的時間 那第六年開始我們經營的策略跟之前的整個概念就是做一個區隔 那其實從兩年前我們的品牌正式的在市場上面販售 其實源自於這個品牌東方新西方新 但是其實我們的品牌真正是四年前就開始去音量 那我們真正在市場上運作成效也是這兩年內 那包括今年去法國家市場還有去日本東京設計師州去參展 反應都非常的好 我們的策略跟一般的文創商品不一樣 因為我們強調的是東西方的一個融合 我們的東方新跟西方去取自於東方人的一個思維跟希望的一個氣區 那很多的商品我們都是用這樣的手法去做運作 那在運作的過程中我們設計師主要是從老祖先的一些想法去萃取 那萃取這個的文化的底蕊呢不是一般的西方人所能夠做到的 那現在很多的器物是從西方過來的 所以我們就把兩個道具做一個融合 那每一個商品它都有一個精神所在 那為什麼會創這個品牌 因為我們想要讓全世界的人都來買中華民國台灣人的一個商品 目前最新的商品就是這個白鹿筆 那這個白鹿筆的筆是全齒的 全世界第一支的白鹿筆 那這個概念是源自於日月潭 少祖追逐白鹿跳到湖裡面的瞬間把它萃取出來 它會隨著你的溫度 會你手感的溫度而做改變 文創舊的加新的就是現代 現在的東西它可以反映出整個世紀的差異化 那我們要的就是把這種差異化呈現在產品上面 我們要把這一種台灣的設計 加入在地的素材 把工藝的精神放進去 讓這種產品在全世界都可以享受 那還有我們現在開發的東西 還要把環保放進去 我們的包裝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再入用 包括我們現在的愛心胚 它的打開的包裝是可以放進這個面子 那在這個過程中遇到很大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的品牌強調是百分之百的台灣設計製造 那面臨到的就是台灣的這個在地的素材怎麼樣去演化 那我們設計師一直在這方面做努力 考慮到的面向不是只有商品 我們還要考慮到包裝 考慮到環保 考慮到通用 把所有的這一個面向做一個整合 在這努力過程中 有很多人的鼓勵 我們更是受到市場很大的認同 這個是一個很正面的 因為新商品要開發 需要很大的這個銷售跟反應 這就是設計不只是設計 設計到商業的時候 它保有文化的敵運的時候 它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它會遠遠不斷 不斷的有新商品 不斷的有新概念 把所有設計師的想法把它實現出來 然後呈現出我稱為叫做文創美學品 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品牌 它可以以台灣為基地 然後全世界去發光